C33頁 範例2 這裡要講到的是加速度 那所謂的加速度呢 它也是跟速度有點像 我們的平均速度 是用來描述位置變化的快慢 就是移動的快慢 是位置的變化對時間做平均 代號呢就是 v 會等於 delta x 去除上 delta t 那也是後來的位置減掉原來的位置 對時間做平均 那這叫做描述 描述位置移動快慢 當然也會有描述它的方向性 就是用正負 在一條速線上 向右的速度 所以正向左的速度為負這樣 好 那麼加速度的話也是類似的 平均加速度 它不是位置的變化了 它這時候是描述速度的變化對時間平均 這是用來描述速度的變化 速度可能會變慢或變快 越來越快 越來越慢 不會永遠一直都是固定的速度 那為了要描述速度變化的猛不猛烈 加速的猛不猛 減速的猛不猛 那我們就會把速度變化對時間來做平均 去算出平均一秒鐘 它速度變化多少 這叫做加速度的概念 所以描述起來就是速度變化的劇烈程度 或者寫成速度變化之快慢也可以 但是這個快慢並不是移動 並不是移動的快慢 移動的快慢是由速度來描述 那速度變化的快或變化的慢 那就是由加速度來描述 那它的代號是A 那它的代號A 那速度的變化就是ΔV 時間也一樣是ΔT 那ΔV也一樣可以寫成後來的速度 減掉原來的速度這樣子 那麼 加速度它也是可以有方向性的 但是它的方向性跟運動的方向是 是沒有絕對的關係的 是沒有絕對的關係的 比如說一台車它可以越來越快 也可以越來越慢 但是它的速度確實都是往前的 一個一台車它往前開 但是它往前開越來越快 跟往前開越來越慢 這兩個的加速度是不一樣的 往前開越來越快加速度是正的 往前開越來越慢加速度是負的 那這個就是 稍微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再補充好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題要怎麼算 跳閃源 在第三秒內的平均加速度是多少 那第三秒內是這樣的喔 這個0到1秒這叫做第一秒內 1到2秒這叫第二秒內 2到3秒這才叫做第三秒內 好所以第三秒內 2到3秒它的時間間隔是1秒 那我們來代入 平均加速度的定義 速度的變化 對時間做平均 速度的變化我們把它寫成 第三秒時候的速度 減去第二秒時候的速度 對時間做平均 結果是30-20 所以再除上1 單位要注意一下 分子的單位是速度的單位 每秒幾公尺 分母的單位則是時間秒 所以算出來的結果是 10 然後秒都除了一次 所以變成秒平方分之公尺 這叫做每秒速度 改變了10 速度 4每秒幾公尺 那所以 每秒速度改變了每秒10公尺 這樣子 好那麼 這裡要稍微介紹一下 方向性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第一秒 第二秒 第三秒的速度都是正的 那這個 意思就是 題目已經告訴我們 一個隱含的意思叫做 向下為正 所以他才會把向下的速度 寫成正的 他往下掉 跳閃圓往下掉 他寫10 20 30 那代表往下的速度是正的 那往下的速度是正的 而加速度算出來又是正的 這個代表的意思就是 速度越來越快 這種情況我們補充一下 這叫做 速度 即 加速度 皆為正 接正 那其實接負也是可以 那這種情況下 就會是 越來越快 或者我們直接寫變快就好了 或者我們可以寫這樣子 V的絕對值上升 那 第二小題 跳閃圓在第七秒內的 平均加速度是多少 有了上一題的經驗 第二小題各位可以自己試試看 第六秒到第七秒 這才叫做 第七秒內 我們把這一個 這一段話稍微的移一下位置 那第七秒內的時間間隔 也一樣是一秒 然後我們一樣把它直接帶入 我們平均加速度的定義 第七秒內的平均加速度 由第七秒的速度 減去第六秒的速度 去對時間做平均 結果就是 9-12 9-12 時間間隔 一秒 單位 單位 分子 每秒幾公尺 分母 秒 算起來結果-3 所以第二小題答案是-3 那這個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既然向下是正的 那這個負責意思就是 向上 這表示 加速度 平均加速度是向上 那你就可以發現 它的確是越來越慢的 根據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是速度和加速度 都是正或都是負 那它會變得越來越快 但是它現在的速度 一開始是正 然後 加速度算起來會是負 那結果 它就變慢了 它就從 它就從12變成9 對不對 我們其實這邊應該要圈12 一開始是12 後來變成9 那12是正的 那9是正的 12是正的 那加速度算起來是-3 那代表說 它變慢了 它變成9 所以 如果速度和加速度呢 是 1號 就是一正一負 那這時候呢 就會變成 它會變慢 也就是速度的大小呢 是減少的 從這兩個例子裡面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加速度的方向 不代表它速度的方向 因為第一個 第一小題和第二小題呢 都是 向下運動 那跳傘員不會往上飛嘛 那所以 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 加速度 方向不同 但是都是向下運動 速度 速度接向下 所以呢 我們是沒有辦法 單純從加速度 來看出來 它往哪邊動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結論 加速度 加速度 之方向呢 不 必然 是運動方向 有個很重要的 你可以看來 拿到 下運動方向 更多 下運動方向 再降 2個